美丽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佳爆料韩国瑜这一报真的是投下了震撼蛋 但是他官司记录可不少 他曾经爆料过非常多事情 包含曾经影射过立委吴秉瑞有绯闻案 还有他也曾经爆料过前总统马英九收受了顶薪十亿元的政治现金 另外他还有他说这个政务委员张景森恐怕跟建商有利益纠葛等等 好不过有网友统计下来 其实吴子佳他至少五战五败 不过对此吴子佳则是解释说 那是因为他一直以来都坚持保护消息来源 美丽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佳显审北院开调解题 因为他在政论节目上 批劳动部长徐明春转高雄气暴灾难才哀告 国法院就向走自家厨房 吴子佳熟门熟路 因为他官司记录不少却是屡战屡败 曾经影射吴炳瑞绯闻赔30万元 说金普聪掏空国家资产赔15万元 爆料马英九收顶新十亿现金败诉 说张景森与建商利益纠葛判赔20万 还指称前高雄市代理事长徐立民包庇庆副案赔35万 我过去几次的诉讼被打输的官司的理由都是我保护消息来源 即使被判刑我都坚持保护消息来源 这是我的一个长期风格不变 吴子佳董事长很喜欢爆料 但是他每次爆料都被别人家告 也常常败诉 他的话的可信度我是存疑的 蓝营酸赌破表 现任美丽岛电子报董事长的吴子佳 曾经是民进党员 去年选举期间却多次炮打民进党 今年2月才被开出党籍 这回杠上韩国瑜 外界都在看这部棋对谁有利 这样子的操作手法 我们看起来很像当年的新嫖案 也就是说当这是蓝营的家务事 当内斗内部在竞争的时候 这个事情才会跑出来 民进党跟这个事情基本上是无关 绿营谨慎回应不想躺魂睡 就怕吴子佳的爆料反而造成负面效应 也是新闻最后报道